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 蒲景惠哭了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总统的眼泪 还有人民的眼泪 我刚刚就在哼一首歌啊 就是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所有的人都说 那个蔡琴唱的 搞得半天是姚苏蓉唱的 可见得 这个是蔡琴是后来翻唱的 但是我们要讲这个事情是说 怎么不让人家落泪呢 你现在说变就变 说杀就杀 在越南的越南劳工是这样子 而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台湾也发生了 四个人啊 三男一女对不对 结果呢 他们跟一个19岁的女孩子 还认识耶 把人家带去就把人家绞死了 结果为了多少钱 为了欠9000块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到说 我们的政府 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不要说真的 我们说情理法 为什么把情放在前面 就是很多事情 是有没有办法 能够有一些人性的 我们看到这一点 真的是感触很深啊 现在大家说 哎呀不要再联考了 我变成是多元入学方案 可是为了避免明星学校 所以他说不公不及据 我真的要讲我差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说 你就吃米不知道米嫁啊 你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就是不要做明星学校啦 那我想请问你 那你所谓的免试入学 为什么有会考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免试入学就是不用考试 你还要会考 你既然会考了 你现在就说 我绝对不能够公布主句 北北基希望能够公布主句 为什么你知道吗 哎这个教育部说 我公布了主句 你就会知道 哎什么是明星学校 我就是要打破明星学校嘛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谢谢你啊 谢谢我们现在的马总统 跟谢谢现在的教育部长 蒋伟宁 让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研究出来 原来我们现在 这个所谓的国中升高中 有一个5A制度耶 而且还有写作六级分耶 A里面5A为什么五颗嘛 那每个A里面还有分 A++ A加跟A 我真的要告诉一下 我们的教育部长蒋伟宁 你不要有国王的心意这个概念 你不要贾米 不贾米 就算你今天不公布极具 白插也知道 建中北一女 就是第一志愿嘛 我今天就跟你讲说 在美国有所谓的 长春藤名校 你说我不要公布 我不要公布 难道你会变成所谓的 野鸡大学变成是长春藤名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今天年代演报 有讲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不公布极具 就是高分低就 然后你就不公不义 到时候就很多人跟你吵啊 然后最后 我跟你预言啊 蒋伟宁你就要下台啊 为什么是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十二年国教 已经输到剩一件衣服了 我不要讲裤子啦 裤子里面还有泳裤嘛 只剩下一件衣服了 你拔死这个衣服 我觉得不能脱啊 我脱了就全裸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 你只剩下一件衣服 上面写着十二年国教 除此之外 全部都跟联考的时候 一模一样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告诉你呢 我们就要戳破你的谎言嘛 免是招生 就是免考是招生 你怎么又会有会考呢 对不对 你就不应该有会考 那你有了会考 你为什么不公布 它的极具呢 现在你有会考 又不公布成绩的极具 你到底想逼死谁啊 现在真的大家说 考完试以后 我看到了成绩 我还真不知道 要填在哪里耶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就为大家详细来说明 我相信 连教育部长蒋伟宁 可能你都搞不太清楚 你这个所谓的内容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严格的挑战 希望呢 蒋伟宁能够呢 举行一个记者会 让所有的记者来问他 有关于十二年国教 有关于所谓的 什么叫做A加加 A加跟A 有关于所谓的 这个分这个分数 你知不知道 前七志愿 就有五千个名额 五千个名额当中 要去争取 一千七百多个 你怎么晓得你落在什么地方 你这样子不是要整死人吗 我考完试了 我还要来填志愿 有够欠 我们就说 这实在是 我们台湾就是顺着什么 人民的眼泪 人民的眼泪 我们政府还要你学生 不得好过 我要考死你 累死你 我还要多元入学 我还要你去扫厕所 我还要你去找地方 来做这个什么 什么公务 然后到最后考完以后 我还要你抱着头 不知道该填哪一个志愿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你看看 蒲警惠 蒲警惠 他落泪 不管是真眼泪 假眼泪 他正式盗窃 他要负最大责任 而且他解散 被批评到不行的 救援不利的 海洋警察厅 他说要根绝 官民勾结 贪污腐败 蒲警惠 你做不做得到 我现在要看 但是我们政府 有没有这个guts 你什么东西 做不好的时候 我就解散你 我就把你fire掉 你能做吗 你看 国安局 5月8号 5月9号 就掌握了 这个所谓的排华情资 会整上报 结果呢 国安日报 竟然没有重视 他重视的是什么 所谓的爱上自己的人 最爱自己的人 爱上了自己 就没有办法爱人民 5月18号 他整个军机要撤侨 我们知道呢 就是人家大陆 已经都在今天了 刚刚说不是军机 有五个舰 包括了五子舰 都到了 把所有大陆的工人 都给带走了 那我们现在才在准备 慢半拍 明天是520执政 六周年的总体检 但是最负最平的差距 飙到95倍 国债恶化 每人负债破百万 房价飙 台北买房是世界之难 我们这样讲的是633跳票 邮店长 我们的马总统 有流过一滴眼泪吗 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 在今天还有什么事情 在今天在台数 本来跟你讲说 是两个路干死亡 现在说增加为四个路干 然后我们印的 那个所谓贴纸 罗生门 现在推说是台商要做 台商说是外交部要做 现在说有这个越南的劳工 把那个贴纸贴在狗的身上 你不觉得这有点夸张吗 那表示说我是台湾人 上面就是一只狗 这样子 这样子不好吧 另一方面有个好的消息 王力宏 他太太已经怀孕五个月 恭喜恭喜 这是在今天的一个好消息 不过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真的是 我们说军哥 说干就干 说打就打 现在我们的政府 变成说翻脸就翻脸 然后我们遇到的 本来是朋友的 每天在他上班的 也是说翻脸就翻脸 说杀就杀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您的 在今天就是内阁当中 有五个人爆出曾经有香港或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哇 我们台湾可真的是国际化 不过他们都已经放弃了 那这有什么美杠呢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普警惠愿意流泪道歉 马总统你不用流泪 你也不用道歉 你能不能够改正 你能不能够拨乱反正 我们今天要严格的来挑战您 好 首先来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越南这个事情当中 在越南这个事情当中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叮叮叮叮事情好多 我们礼拜五还在报道说 越南驻华的代表 他说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我没有办法跟你致歉 哇 礼拜六就致歉了 然后礼拜天呢 因为518了 然后呢飞机也准备好了 什么也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 就是难道我们一定要讲一步 政府才会做一步 而且他有delay 他有泪格啊 泪格啊 就是我讲一步的时候 他还要 登登登登 才开始做 你可以看到518惊魂 519今天刚好是越南的国父 胡志明的生日 所以呢大家看到的紧张 以为以为说这事情没事了 大陆方面五个建策桥 已经来到这里 我们先跟大家看一个这个图 这个呢 我本身没有到过越南 因为自从看到美国从越南撤退以后 我都会怕 我很怕死 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 到底那是个什么共产国家 你可以看看 在这里啊 就是整个胡志明市的大图 那5月18号 昨天早上9点钟 凡中大游行就关注了 可是雷声大 雨点小 这还好啦 但我们请摄影大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统一宫 他们在统一宫聚集啊 然后呢 还要走 走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驻越的领事馆 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往南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饭店啊 避难处就是住胡志明的办事处 在这里 还有呢 办事处2 这个地方有个hotel Nikon 这个好像是日系的这个饭店 好 总之呢 在这日航的饭店啊 在这里啊 整个算是相当的这个瓶颈 这里还有一个胡志明市的台湾学校 是避难处3 其实我们的看到避难处 至少有10个以上 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 我们今天很多台商是在这避难 可是今天有个大事情 就是在我们现在播新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大陆的五艘残侧桥 已经来到了这里 他们是在呢 来到北部合进省 也就是台宿 他合进这个钢厂的这个地方 今天证实有4个人死亡 然后呢 他们今天大概6点钟就抵达这里 就要把相关的人都撤走了 4000名中方人员 大陆国企员工 有的没的都赶你带走了 好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啊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施工呢 今天台宿在11点的时候呢 也开了记者会 那现在路干没了 路牢没了 是不是全部请越南人进来 啊越南人进来 能不能够相信呢 好 我们来看到这里 这个是在昨天的胡志明市 我们再看到这个 是在当时指挥状况 你说公安也好 你说警察也好 但是我们要讲一句话 什么叫做越南总理发简讯 要民众自治 才怪咧 我们要讲说 这根本就是一场戏 只不过这个戏 是演给谁看的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我们就把镜头看到 这个最严重的 这个台宿的这个地方 在合进省的台宿 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在播新闻的时候 大陆的船舰已经从这个 大陆的中南海这样子过来了 南海过来之后 他就要接人了 人全部都要接回去 我们来看到在现场的报道 大批民众拖着行李 准备撤离 越南合进钢厂被拍下 场区内已经花了壕沟 防止报名的摩托车入内 谣言满天飞 台宿集团大动作再开记者会 直接和合进钢厂高层视讯联系 就怕台商家属干着急 合进钢厂总经理亲上火线 还大政仗找来合进省副省长 公安厅副厅长挂保证 算一算 越南合进钢厂中台级员工 总共900人 承包商中国冶金集团 则是雇用3000到4000名陆级员工 14号排华暴动当天 就是承包商雇用的越级员工 在厂区追打中国级劳工惹的祸 设备被砸毁不说 甚至放火烧高炉 有两位大陆级的员工 一位是中暑 因为他在库航里面 那天四十几度了中暑 有越是被打了 过来过去 也有换火烧 那现在有发现两个遗体 现在正在确认他们的身份 四名陆级员工无辜丧命 还有上百人受伤 索性冲突当中 没有台级干部被迫及 只是大陆承包商 如今3000人被撤回 合进厂部分工程停工 预计厂内第一支高炉 明年跌火时间得往后延一到两个月 受创最重的台速集团 只能尽力让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 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还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在台中的地下道的事件 在今天要来查 从原本的所谓的疏失 变成了是不是所谓的施工的一个弊端 为什么 这个下水道竟然有四个抽水机 可是没有寒管 就是你抽了以后 水根本就送不出去 而在今天来看看 大家有质疑的事件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当时的搜救 第二个施工 第三个就是胡志强 为什么坚持还是要出国 您可以看到救援的画面曝光了 到底是天灾或者是工程疏失呢 今天仍然出国 这个影带里面公布出来 就是还原到 昨天就已经公布出来 今天更进一步了解说 高跟鞋勾住了安全带 还有右后门拉出富人的 这样的一个整个情形 他的先生则是说 之前看到监视影带说 有好几辆车是掉头 所以他们就要来约谈车主 当时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那为什么到现场的时候呢 陈太太她没有看到这个 她看不到这个情形 或者她认为说水很浅 所以她能够开过去 那么我们来看到 她先生说 妻子托梦 地下道安全措施不良 以至于她离开挚爱的家人 希望政府单位 不要再让汗事发生 到此为止 而且她说做梦里面说 她太太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往生了 那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就是说地下道 装了四台抽水机 可是没有装寒管 不是白搭吗 你抽出来的水呢 就抽到马路 然后又回流到地下道 你没有寒管把它排出去嘛 那昨天518的时候 礼拜天下午五点多 我们看到胡志强市长 有去探视家人 他说绝对不会逃避责任 可是他之后呢 就仍然是前往了卢森堡 他在5月18号到5月24号 按照表定要到卢森堡 参加一个世界不动产的年会 也许这个所谓的房地产 不动产的年会非常重要 我们不知道 但是胡志强说 他是行销台中 又不是出去玩 非走不可 但是你知道今天又下雨 而且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 这个礼拜都会下雨 今天10点的瞬间大雨 那么这里面又出现了 淹水的这个情形 风源分局的圆环东路 地下道积水 所以在这当中 大家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 那如果说市长不在 副市长是不是要负起责任呢 我们告诉大家 这礼拜 整个礼拜都是落后 大家要小心 你看中横土石流 台湾大道二段积水 我告诉你很多事情 我刚才说台湾大道在哪里 他们就说 哎呀 英姐你不知道 我很久没去台中 他说是中港路 中港路改成台湾大道 所以有些网友就哭手说 是台湾大郡 你要这样说 不要这样 我很喜欢台中 我只是说我很幸运 我还没有在这个某什么 叉叉爆的前面遇到什么枪击 或者说我没有在哪里哪里 看到这个淹水淹成这样 可是我看了真的非常难过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讲一件事情 如果你下水道 没雨必淹 你就把它填起来嘛 就把它填起来啊 你为什么要有个下水道 然后造成这个危险呢 你看大甲的这个 就是造成地下道的情形 今天射了景致灯 我真的不懂 如果它是不能够封 我们来使用三分五十 都有水 都有淹起来 都有事情 我跟你说 你就把它填起来嘛 你就把它填起来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一个 地下道呢 你说不方便 不方便 你政府就要弄一个方便的路啊 我要有个安全回家的路啊 我总不能开车 开到哪里 就说各位观众 现在进入到桃园地区 请注意屋顶上 都有一个储水箱 因为常常停水嘛 然后进入到台中地区 请注意 每下雨的时候就会淹水 请大家小心不要淹水了 这个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还有多少眼泪要哭 这是陈先生 他的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今天 在这个议会当中 也直询的 冰冰较较 希望我再来一个 看到市长胡志强 家属哭诉 不希望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而胡志强 赶在出国的前一刻 18号晚间 到死者灵堂 碾香致意 还拍拍先生的肩膀 表情哀伤 先生则透露 自己和家人 都梦见太太回家探视小孩 还说不懂 为何会离开人世 先生说到眼眶扮红 希望市府能好好厘清 给太太一个交代 我来跟我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 那当然 就是我们能够为她做了一点 小小的事情 可以做的 那我们就做 我们自己觉得 觉得很安心 至少我 我自己觉得说 我能够再帮她 多做一点点事 市府允诺会调查清楚 并在一个月内改善地下道 会先加装栅栏 而检察官也持续追查 除了传讯 警销相关人员 也追查当天 一同开到地下道的 其他车主 将掉约他们的行车记录器 另外大甲一整天 雨断断续续下不停 警方每20分钟 就巡视一次地下道 虽然没有积水 但有机车骑士 犹豫要不要经过 被后方轿车撞上 幸好伤势不严重 只能说 事发后民众提心吊胆 地下道的安全 令人质疑 记得黄梦珍 黄俊杰SNG手组 可通报道 而在今天我们立法院 在忙着做什么事情 不是忙着过法案 而是在忙着说 到底我们的内阁成员当中 有12345 到底有几个人 是曾经有过 其他国家的永久居留权 因为法律现在 没有规定说不行 只是官感不好 但是呢 在这个立法院当中 是不是会过这个官 就是说以后 你如果是有这个所谓的国外的永久居留权 你就不适合当政务官 今天是过了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就是江仪化的阁源 真的是绿卡族 大棋底 不老实 没有办法罚 这倒是真的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李四川 在今天讲的有五个人 包括了就是政务委员蒋炳黄 他是在1991年放弃美国的绿卡 经济部长张家柱 他是在1979年到1980年 他说我没有用了 应该失效了 他就是跟马英九 跟郝龙斌一样 就是认为没有用就失效 今天我们不花时间谈了 就像你的驾照 你没有用了 你过期了 但是你不用再考啊 你不是再续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 那么另一方面 文化部长龙应台 他是有香港的居留权 2012年放弃 那么还有呢 就这次崔玉白菜要到日本 很重要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冯明珠 他是有香港居留权 他是2012年放弃 然后呢 NCC的副主委呢 余孝晨 他不但是有居留权 他根本就是有美国的公民权了 所以他说2012年9月12号 已经是正式的这个放弃 所以今天的政院秘书长李四川 为什么这么讲清楚 说明白呢 他今天到立法院报告 内阁成员永他国永久居留权的报告 所以爆出了这五个 他说任职的时候拒绝 其他的部位首长都没有外国籍 可是呢 今天就有立委又加码爆料 你讲这五个 我们算到还有这三个呢 就是呢 国发会主委管中敏啊 政院发言人孙力群啊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现在呢 管中敏是曾经拥有 现在失效 那还是孙力群曾经拥有 或者是陈宝基曾经拥有 因为他们在国外都有读书 而且呢 在读了时间比较久 读博士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永久居留权的部分呢 他说我现在这三个人 我还要再查啦 我还要再查 然后我再来公布 那他们就说好 你一个礼拜之内公布 可是你可以看到立委邱一银就说 你拒绝没有法律效应 你无从查证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懲处 也就是说 我一旦说谎 被你发现 我只能够笑笑说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不然你要怎样 你也不能够我怎样 对吗 就是说观感的问题而已 没有法律的问题 那说法律的问题是怎样 你可以看到 台湾的我们现在的国籍法第20条 还有公务人员正用法第28条 取得的外国国籍者 不得担任公职 那么你可以看到 是外国国籍 可是呢 外国的永久居留权就没有限制 所以这个礼拜就要来审 这个国籍法 要把它变成说 是限制不能够当公职人员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国籍法会卡到马英九 为什么 马英九是属于那种 自动失效放弃的 但他有没有所谓的一个文字 当然AIT也给他一个证明 书面证明说 我知道你已经放弃了 那就算台湾不认为 那是什么文字 那至少是白纸黑字 所以马总统是不是可以解套 可是其他人像张家柱 他如果没有拿到一个白纸黑字 他只是自动的被动的 让他结束失效的话 那可能就有问题 那您再来看到在这里 立委潘孟安就说 要提国籍法修正草案 初审通过 具有外国或港澳永久居留权 不得任政务委员 因为这个政务委员还是好 就政务官 因为本来说公务人员的话 公务人员成为人就很担心 因为公务人员教授也是 还有中研院的院士 也是公务人员 这样子不就是很紧张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在今天的立法院当中 吵到这个外国居留权的问题 最后是说 好 以后连政务委员 也就是这个政务官 不能够具有永久居留权 张家柱的是算自动失效 对 他是自动失效了 本来以为行政院有备而来 点名经济部长张家柱 文化部长龙应台 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 政务委员蔡炳黄 曾经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有的放弃 有的自动生效 但这清算名单却漏了 国发会主委管忠明 他的季节是没有永久居留权 那他说谎 上个礼拜陈其迈委员问他 他告诉陈其迈说 他的已经自动失效 他告诉你他没有 他没有绿卡 这是不同的状态啊 孙力群有没有 我们现在这个临时总次 给我的这个资料 他是在季节的时候 是没有永久居留权 现行国际法治针队 双重国籍不得担任公职 没有规范国外永久居留权 有没有失效 阁员自己说了算 即使说谎也拿他没辙 他可以骗你说他的自动失效 他也可以骗你说 他根本没有居留权 你没有任何一条法令去要求他 是不是要做诚实的申报啊 我赞成在国际法二次条里面 参考现在对双重国籍的部分 就政务官的部分加以规范 那倒不包括总统 这个可以讨论 马总统绿卡争议烟烧到 政务官身上 立委提议修法 毕竟只凭高道德标准来自律 不枉之余恐怕不值 管言一人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而事实上官员除了 有没有拥有这个永久居留权或绿卡之外 我们要看看你脑子里面有没有货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可能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大家都不记 我看的新闻我也是为之杂舌啊 我们的交通部长叶匡时啊 他竟然说呢 哎呀台湾啊这个东西很廉价 像是一个蚝蜜蜜 30块啦 啊大家就说 哇你们家家说30块在哪里吃 我都不知道 有人说50块 有人说55块 有的是60块 30块的真的是非常之少了啦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的官员啊 可不要什么事情啊 只剩一张嘴 那也不要什么事情呢 只剩一张贴纸 今天我们来看到 真的有人啊 就是这样子贴在 台商贴在自己的脸上 就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吗 现在已经变罗森门了 因为呢外交部说 这个是河内的 这个越南的台商要的 越南台商说 你不要推到我身上 这不干我事啊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很多事情不管怎么样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概括承受 你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组织犯罪 白狼非常不满组织犯罪 对不对 组织犯罪就是说 白狼是头头 下面有很多人 只要有一个人犯罪 白狼就要概括承受 那就是组织犯罪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 对于岁月号的这个事情 蒲景慧他认了 他认了 他落泪了 而且他道歉了 他干脆把这个整个 救援不利的海洋警察厅 给解散了 但是我们来看到马总统 马总统对这个事情 大家说连当时 风传媒已经讲了 早就5月8号 5月9号就知道了 你怎么没有重视呢 明天520执政 6周年的总体检 我们还要看到 民调的部分 等一下看看 大家都说 这个民调 有个最新的民调做出来 好像他有到 30%的支持度 之前不是说才17% 一下跳到30%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 马总统 有没有像 蒲景慧 这样的 Guds 认错的 Guds 韩国总统 普景慧 刘雷了 我们看到的是现场部分 当然他又讲了很多 他念了一些比较正面的事情 说谁稀释了自己 把救生衣给谁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就讲的不断的落泪 好 我们看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总统今天的内幕当中 就是被讲到说 这里面大家想到 如果说不能全部都怪到 马总统身上 但是整个的运作 整个包括外交部 包括国安单位 是有问题的 我们好像在等 在等什么呢 感觉上看到 我们觉得 好像在等大陆的态度 来看美国的态度 我们今天来看到 大陆今天已经非常强硬 军舰都过去 都standby了 马总统对于这样一个情形 被怀疑说 你到底有没有李台商的死活呢 大陆是强硬的呛越南 那你看到 这是风传媒的爆料 风传媒说的 5月8号 5月9号 国安局一处已经掌握了情资 5月9号 由李翔舟来国安日来承报 承报之后 大家听了没有反应 可能觉得说 那就越南嘛 对不对 高层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之后呢 现在政府补破网 昨天礼拜天最明显了 说第四度照见 然后第二次的记者会 就是林永乐 提出四个要求 包括了保障台商 跟侨民的安全 还有迅速赔偿台商损失等等 可是你看看 我们怎么来算说 他到底见他四次 怎么见四次 你看这里面呢 第一度照见是5月14号 然后再来呢 就是5月14号上午照见 5月14号下午两度照见 5月16号第三度的照见 那5月16号照见的时候 我记得是个礼拜五 我们为您报道 他还说 我没有办法代表越南来道歉 我只能够代表我自己道歉 总之到礼拜天 就全部都可以道歉了 那我要讲的是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为什么要让林永乐 被大家骂翻了以后 才可以做到呢 那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 就是什么时候通知台商的 这个罗生门 很多台商被蒙在鼓里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呢 就是风传媒 他是说5月9号 林永乐他接受访问说 我已经通知台商了 没想到局面这么严重 可是台商这边呢 平阳台商会长蔡婉珍就很火大 他说5月13号才通知 当时5月13号才通知 暴动工厂就已经被烧了 才说要来协助 政府官员都在说谎 根本不是5月9号 那么这个两个人 都是接受风传媒的访问 那么我们也呼吁 外交部长林永乐 你必须要坦然面对 如果你们没有5月9号 就通知人家 你必须要承认 为什么呢 这必须要检讨 你看5月9号到5月13号 5月13号不用你通知 我们新闻也播出来了 那这样子 当然在越南的台商 会非常的生气嘛 那你再来看到 今天立法院吵什么 立法院管毕林就说 这个暴动的调度很差劲 比如说在这里面 外交部次长实定 那个时候出差没有召回 然后跟外交部要他的行程 拒给行程 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现场的 就是驻越南的代表 黄志鹏 5月6号的时候 他因为举发了 当时有没有一个红包案 就是收人家的钱 帮人家办那个身份证 帮人家办监证的 他回到台湾来 可是一回来之后 一直到5月13号暴动 他才回越南 所以人家在暴动 有没有的时候 他在台湾 到底是怎么 那外交部次长施亚平说 他不清楚人在台湾 否认外交部召回的 所以这个事情又扯到了 黄志鹏 这下糟糕了 那他当时为什么会回到台湾 是回到台湾来做什么 但是我们对照台湾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大陆的状况 他是完全不手软 第一招 他也是在礼拜六 礼拜天就说 我暂停所有的旅游 第二招暂停部分的双边交往 然后我军舰就过去了 然后我在那个 勘游的地方 我也是增加了 100多艘船过去 我看你越南 敢不敢讲话 都没有讲什么话 你可以看 这5艘船要接回4000人了 然后我们看到 这里面整个的内容 南海专游平台的冲突 大陆部署119船 增加了755个导弹驱逐舰 还有增加789个攻击巡逻舰 哇塞实在很多 现在中越的状况 是不是很紧张 讲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夹在中间的人 非常的可怜 海伦清桃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被说 他当时讲到说 因为越南的劳工薪资 低两年没有调薪等等 结果台湾是非常的生气 否认 海伦清桃他也 非常的委屈 真的非常的心痛 也很委屈 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太不应该了 觉得自己满腹委屈 越南排华暴动 引发台商恐慌 有越南林志林之称的艺人 海伦清桃 最近频频跳出来力挺台湾人 还出面呼吁越南政府 要保护台商 却没想到因为薪资 说引发台商 不满抗议 在越南现在的通货膨胀 非常的严重 然后每个工人是拿到六千块台币而已 上节目说越南劳工薪资只有六千块台币 就是这段言论被解读成台商给的薪资太低 造成排华暴动 海伦清桃在脸书抛出越南平静了 换成对付我了的文章 反向台商他强调自己说法有凭有据 越南的便当已经卖到六十块台币的一个了 所以他们存有赚到的钱都没有够生活费 海伦清桃 好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的这个部分 现在没想到又掀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不过他如果讲说越南的便当卖到六十块台币 我也吓了一跳 因为我一直以为越南他们的薪资水平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可是话说回来 其实好像每一年都renew 每一年台商都被要求你必须要加薪 只是加薪的幅度是如何 我们再来看到在今天 远雄为了要移这个树 结果就在现场爆发了互数的这个纷争 今天我们知道天气就是一直下雨 那么在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台北市移植这个丰香树三十三棵 就在现场九名的互数人在现场抗争 然后大家就是勾住手勾手 九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新一分局还在现场举牌 我们都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就是为了树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远雄的副总说 大家爱树远雄也爱树 移树是最高标准了 忍耐了啦 台湾是法治社会 那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一块 小巨蛋大巨蛋 大巨蛋这里有移树的事情 然后呢 另外在这里 文华东方酒店 昨天不是说 哇 一个房间六十万 对不对 赤资两百五十亿 林青霞都来了 在现场来试住 可是我们来看看 一样在台北市 可是呢 看到五星级饭店 六星级饭店很顺利 可是要移个树 今天真的是 你能不能够 不要用移树的方法 或者是你移树 能不能保证 它都不会死哦 这样子大家比较能接受嘛 现场大家爬在这个树上的这个情形啊 要来挡住 那所以呢 这十三棵的风箱树 要移开的话呢 也是这么一个争议的问题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的 政府如果做事情黑箱 对人民算不算是冷血呢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对观众朋友很关心 但是你看没说 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考完试了 要填个自愿这么的麻烦 为什么教育部坚持不公开 我想请问教育部 是想逼死考生吗 广告之后回来 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今天刚好是胡志明的生日 也刚好是林非凡的生日 怎么这么的巧 还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这里 真的有所谓的19K吗 我们台湾的低星由来 是为什么呢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要看到林志玲 跟这个树有什么关联 另外还要看到 大家说呢 今天的新闻 跟恐龙有什么关联 是恐龙 还是花木栏里面的 可爱的木须龙 都扯到了马英九总统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在今天看到了 今天是5月19号 明天是520 也就是马总统就职 六周年的日子 他要到台中去 而且我今天晚上看到 这个晚报 我笑了 为什么说我笑了 就是在今天非常重要 一个总统府的乐会当中 结果他也没有谈越南 他也没有谈到任何的灾情 也没有谈到什么的 他就是由陈宝基 我们的农委会主委陈宝基怒说 国家被立院卡住了 不公不义的法案修不动 这句话讲起来是个漂亮话 我们完全同意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真的要呛下一下陈宝基 过去像我们讲到农委会 比如说有一些农粮鼠的问题 米的问题 有没有混到越南米的问题 你这个米一再一再的出包 或者是说讲到了猪肉的问题 讲到什么的问题 那时候你都没问题 你现在说到不公不义的法案修不动 就是完全都怪到王金平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点 就是马总统还是缺乏反省 他今天就像是我们讲到的 有一种学生是这样子的 在学校里面 就是乖乖学生 功课也不错 可是一出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老师不是我 不是我是他是他是他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到了六周年 因为明天就是要交成绩单了嘛 你就怪什么 你不能怪老百姓 你就怪我自己说我都要做事 就是立法院不让我做 所以你只能怪立法院 我们报告马总统 你很多事情怪了六年了 你现在还要怪立法院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立法院当中国民党是多数 不是吗 怎么还搞成这样子 甚至我在奉送你一句话 大家亲里不知道该怎么想 你连王金平都斗不过 你怎么能去斗习近平呢 你怎么能够弄服帽呢 一个王金平都把你搞成这个样子 你实在是让大家觉得 网路上的说法就是 呵呵啊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 还有感触的是什么 人未才死 我们台湾有就一甘会这样 上次不是才有网友说 一个陆岛的人在巴黎 流浪客没有人理他 在台湾马上就有人帮助他 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真的觉得 我就要跟我女儿说 以后不要给别人接送啊 你可以看看这个女孩子 人在高雄啊 跑到北部来 买一个卖场当中来实习 结果呢 你看他交了一个朋友 装性主贤 还有理性共犯 说为了拒还六七八千块就下手 而且当中还有帮他接送 平常接送 然后现在人死不能对证 你说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男女朋友你会伙同了 连另外一个女的四个人 然后就把他抓去 然后二话不说 把他给勒死 然后呢 拿他的钱去领 领了以后呢 里面还骗人家 领的户头里只有八千块 然后骗人家 还有一两百块 都在那边计较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今天还要来讲到的 今天呢 真的说这个礼拜都会下雨 我们已经分不清楚 什么是泪水 什么是这个雨水 我这样讲有点恶心 但是已经是人啊 心已至此啊 只能够倒数日子 不知道有时候能不能够啊 这个什么 类似啊 庄堤 类似红栏干啊 我们来看到在这里啊 大雨连五天啊 但是心中的雨怎么办啊 马总统520 我们再忍痛一下 还有两年了 那么封面席台 这个是在这个礼拜五之前都会大雨 跟大家报告一下 中恒呢 有土石流 风源地下道 也封闭了 还有西湖的葡萄园 像是这里有田中啦 西州啦 社头啦 方苑都淹水 所以大家特别的注意 这是大雨特报 全台降雨的前五名 有南投仁爱 台中龙井 南投国姓 台中新社 跟台中风源 中张头的观众朋友 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要过地下道的时候 你就不要走地下道 不要过那个榜康 因为说很危险 对吧 但是我说的事情就是 明天我们马总统 要去台中 台中的大家长 就是非出国不可啦 胡市长干嘛非去不可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马总统呢 在现场就面临了 没有这个台中市长 在接待他的情形 但是他要的 挑这个中国医药大学 他要说明自经区 然后他要这个 跟年轻人来座谈 可是我们看看 他连任两周 两周年下来的民调 都很差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应该不是讲 应该讲说连任两任 他呢 这次是第六周年 最新的民调 5月18号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 不满意的是65.5 台湾指标的民调呢 不满意的是71 但是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 就是讲到了是什么 他的满意度 我特别要讲一下 大家说不能只讲 不满意度 人家这个满意度 30.5 之前的满意度 台湾指标的民调 是17.9 所以他30.5 算是表现不错啦 但是我们就说 一次的这个暴冲 也不晓得 还要继续看 因为在之前来讲 都是维持在17%左右 可是我们要讲到 这一点的时候 你还要感触一个 如果现在观众朋友 要去大陆的话 我们再补充给你看 大陆现在也是淹水 淹得非常的严重 像是深圳 有至少三个人失踪 受灾有121万人 撤离有将近3万人 好我就很好奇 到时候这个习近平先生 会不会像当年的 这个胡锦涛一样说 同志们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不晓得 我们总统没有这样子做 我不知道习近平 会不会抢先做 但是我们今天年代晚报 要报告一下马总统 请马总统 不要再乱改教改了 我给你求啦 真的不要再乱改教改 我们现在台湾 已经出现了 非常多的白老鼠了 真的不要啦 今年尤其是这一次 所谓的 我们知道 过去说 你要免试入学 免试入学 然后有个基策 现在又来了一个 说把基策改成会考 今年是第一届嘛 刚刚考完嘛 可是我们大家就说 你要我填志愿 你总要知道 我的落点在哪里 他说不行讲 讲了你们就会 还有一个迷思 就是会说 你们会讲什么 什么是明星学校 我说 拜托 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明星学校 你这样子有意义吗 只是让我们填不下去而已 教育部坚持说 我分区标示不公布啦 我绝对不走回头路啦 但是这样 你知道现在 大家填志愿 他绝对不公布 绝对不公布 我不公布 我不告诉你 A++有多少人 然后A++是多少 A是多少 你自己去猜啊 所以我们要讲说 我们报告一下 蒋部长 这个元宵节还没到呢 对不对 你填志愿竟然变成了 猜谜大会 这不是蠢 什么是蠢 而且我们要讲 这整个考试弄得真的是 蠢不可及啊 当时啊 你说当时我们考试都辛苦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联考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啊 我考完之后 我填完志愿 我就认了一翻两瞪眼 我有很多同学 他们家里是很没有钱的 从花莲来的 从屏东来的 从台东来 他们可以考上北语女 他只要能够考上就好了 现在你搞了那么多什么 三十分的什么 三十分的什么 你又要设服又要干嘛 呼咙来呼咙去的 到最后连填志愿都不知道怎么填 年代晚报是郑重的来唾弃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报道 好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讲这个Mega在哪里之前先告诉您 我们讲的说为什么从小看大 你从这么一个教育的百年大计 你没有想到怎么样来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你每天就在整 你每天就在整这些小孩子 我不但让你整到你要去补国音数 你还要去补书法 你还要去补音乐 然后你还要排队去做社会福利 那我们要讲到的就像这个军方好了 现在我们跟大陆之间 我们的这个船是不能够让人家路过 现在交通部没什么事情 想要修法来路过 以后是不是就像自由时报说 是不是以后中国船都可以来台湾路过 我们来看一下 交通部修正两岸海运直航许可办法 也就是你在24小时前填航道的预排表 中国的船舶就可以航经台湾限制跟禁止水域 那这个民进党就说 我的天啊 船舶两个字 你船舶是不是include战船呢 你可以看到蔡黄狼就说 中国船舰可以进出台湾周边的海域 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嘛 好 今天国防部就说 不会不会 我们不会让他的战舰进来 那我想问你 你怎么想要他是不是战舰 他会不会挂羊头卖狗肉 他外面看起来是一个船舶 挂什么船 挂什么国旗 不知道里面搞不好有子弹 你也不晓得啊 你看2008年开放两岸直航 设立了7个通过点跟20条航道 两岸的航运业者可以直接驶入 台湾的13个港口 这已经是开放了 可是我只有这个固定的航道 我禁止你路过台湾海域 难不成现在我们修法 要让你可以路过的话 不要忘记 当时就是我们中正一分局的方神 方养宁 让白狼有了这么路过以后 大家群起孝之 因而台湾从此成为 到处均有路过之纷乱之处 现在还要变这样吗 你看看这里 这个地方军方说不会啦 我们的禁止水域 还有12里的海域 我们不会让他过来 可是你怎么晓得他是不是军舰 而且你这个东西修法 当然在立法院还没有过啦 年代有报劝你说 你就不要过了 你已经有给他们 那么多个这个航道了 对不对 你不要让说说 我再让你路过一下 那些事情也很多 不可以这样 你可以看到 今天还有个大事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汉光30号的兵推 我注意到了 因为他就是要模拟 大陆的航空母舰辽宁号 发动对台作战 你不是很讽刺吗 一边在模拟这个 另一方面说 我可以让你路过 还有过去是决战境外 现在变决战境内 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国防部副部长 夏立言说 这一次的兵推 是由国安局主导 我当晚就说 妈的雷 不是不是不是 张华就说 我的妈呀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国安局呢 后来他马上就向媒体澄清说 我口误啦 是国防部主导 这么重大的事情 国安局跟国防部 只有一个字重复 他能够讲错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 今天我们再来讲到这个 今天再来讲到这个 就是月老 我们的政策 刚刚讲到说 从这个军方 再来看到月老 全面冻结只是标题 你看看下面说 我目前还没到这个阶段 他就是说 人家就看准了 你不会冻结 我不是说一定要冻结 而是说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好 现在就进到 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 关系到很多小朋友的 这个部分 观众朋友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考完以后 到底是怎么样 你可以看 这个6月2号 他要公布 这个所谓的 这个会考 就是说 我本来是免试入学 但是我其中有一部分 是要用会考的这个成绩 超级比一比 你看 他分成 一共是三个等份 什么等份呢 有金熟 有基础 有代加强 然后金熟就是A 基础就是B 代加强就是C 那这次考试一共有五颗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 5A 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A里面 他还有分A加加A加跟A 大概占20% 基础大概占60% 代加强的人占20% 他就这样估的 可是你的成绩组合非常复杂 根据了解 有84种组合 谢谢你 让我们这么的复杂 你看 这里面 比如说你有5A 有五颗 对不对 你可能5A 或者4A1B 或者3A2B 21种 再加上你作文 满级分是6分 你还要加上作文 我的天老爷 这个算完之后 所以民众很生气 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今天真的访问了一些民众来看 他说第一个 你只分ABC太出照了 我考21分 考79分 竟然同属于B级 那我怎么知道 我是B的头尾哪里 我不知道 第二个 如果你不公布 分区的集聚跟累积人数比 我怎么知道弱点 我怎么填志愿 你不是要我填志愿吗 他说好 6月5号确定公布 各科成绩的人数比 比如说 国文3.8万 占14% 你告诉我说 国文在几分以上占14% 那难道我要算说 我是这个14%当中的第几个 这个连我那个数学 我是GRE数学满分 800分的人 我都不会算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算 然后呢 还有就84种组合人数比 84种组合人数比 而且你公布的是全国 有人就讲啊 我们有观众的姐姐 那小如的姐姐是在桃园啊 她说你不能只公布全国啊 因为每次 你说什么客服啊 这种公益的分数 在台北市占30分 在桃园市占40分 啊我怎么晓得 我的分数是怎样 所以你可以看看 现在要公布的是什么 来来看一下 基北90分啊 总满分90分 30分是会考的成绩 30分多元学习 30分是均衡发展 她说我现在就公布这个啦 我应该就公布 会考成绩跟多元学习 均衡发展的话呢 我也我也不知道 你们到底要怎么填 是这样吗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说 你把小孩当白老鼠 多元学习根本是假的 多数学校怕学生出去比不上 他在学校里面 这个30分都把它填满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现在说 你在学校里的什么服务 服务要30分 然后考试会考是30分 那我可能只做了20分而已 老师就说 好了好了 你扫个地我给你加分 你插个窗我给你加分 那我就加满了嘛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 他用的是30分 那你的会考就占30分 那有的就说 我这个扫地这些占40分 那我会考就没占那么多 这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样的一个情形 会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志愿填啊 你填不清楚 你可能说 不知道我我怎样啊 我怕没有考上 我志愿填高 可是我接下来就会损失啊 所以我志愿填低 我可能又会高分低就 我真的要报告一下 我们的这个奖部长 你知道你说啊 不要让学生分分计较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啊 不该分分计较 是你们官员讲的话 可是我必须讲老实话 我们就是分分计较 你可以说你不要分分计较 可是小孩子跟爸爸妈妈没办法 他一定是会分分计较 那你教育官员 你完全不知道学生的痛苦啊 你今天呢 既然说要免试 你就不要考试嘛 你又给他考试 你又给他加东加西 但是我们要跟观众讲啦 这个是占25%啦 如果你实在考不好的时候 你就再去参加一下 所谓类似联考的75% 你还是可以考 可是我们要觉得 那你搞这个东西干嘛呢 今天年代有报说 我们请 郑重的请教育部长 蒋伟宁你下台吧 为什么呢 当时我们从李远哲 搞教改 搞到现在已经是很火大了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就是景文分学校的分析 他说你要读建中北一女 还要有三颗A++ 两颗A++ 作文也要六级分 台师大附中两颗要A++ 六级分 成功高中中山女中 需要5A跟六级分 你说这不是搞什么 我们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有个网友讲这个话很有道理 他说 可怜的学生真的是永无宁日 考试的事应该交给年轻人规划 老人应该让出位置 以免教育跟国际社会脱节 完全完全赞同 马总统你听到了吗 如果你搞不清楚教育要怎么做 我们建议就让他越单纯越好 我们看看马英九总统 今天他谈的事 把一切都怪到立法院当中 总统虎与会马英九总统跟立法院长王金平行礼如遗 良人还一起见证了新政检查总长颜大和的宣誓典礼 于是以制成各尊国家法令 进攻取所 接着这是农委会主委陈宝基的专题报告 没想到他事后还跟媒体痛批立院阻挡法案 他举例粮食管理法修正草案是为了阻止混迷 希望把罚则提高到四百万元 如果重大违规撤销粮商执照 没想到立委提出多达二十二种版本 另外老农津贴阵刑条例修正草案 要求要加入保险满十五年 年满六十五岁才能领七千元老农津贴 却遭老农派立委阻挡 他痛批国家整个被立院卡住 他也当面向马总统抱怨农业政策 长期的低粮价政策也造成了产业的思维 年轻人不愿意投入 不过其实马英九总统自己也是被盯的满头包 他520就职六周年典礼 将南下台中中国医药大学 除了发表演说还要跟学生座谈 却被谢长廷质疑当执政六年了 633政舰还在跳票 也不肯道歉 看来接下来的中年典礼气氛也很难欢乐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下 所以我们在台湾遇到了菲律宾 我们在台湾遇到了越南 就会出现很多荒腔走板的走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搞不清楚现实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 在现在整个的部分 昨天518是safe 可是519今天是胡志明的生日 那么大陆方面今天五个军舰去了 把人4000人都给撤走了 那撤走之后呢 台湾现在怎么讲 台湾现在呢 行政院发言人说 派遣军机是选项之一 派民航机是最快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在左营军港 做这么一个准备的动作 这只是一个动作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假动作 还是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讲说 胡志明 胡志明啊 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瘦小的人啊 他为什么成为越南的国父 你知道他当时 他的这个做法 当时在这个迈克拉瑟将军 在二战之后 他是请我们当时的蒋介石 接管两个地方 一个是台湾 一个就是越南 可是呢 胡志明当时他觉得说 为什么他去想说 好像联合好说 让法国把这个蒋介石的军队赶出去 即使他成为法国的一个省 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 他又去找了美国 说把法国赶出去 你说他是不是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 跟毛泽东啊 周恩来好到不行 当时他在大陆的时候 有一个老婆 曾雪明啊 他是跟他结婚半年以后 后来胡志明回到了越南 可是他就终身就没有再娶 可是我说为什么好到不行 当时啊 大陆啊 毛泽东他们就把这个 这个胡志明啊 当成是小弟弟 也就是说呢 从这个俄罗斯 对不对 俄罗斯共产国家 再到中国 再到越南要连成一线 那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今天大陆的这个动作 是非常吊诡的 也就是说 当时大陆他们是支持着越南 来做这么一个动作 可是现在呢 越南靠近美国了 然后呢 他也要脱离中国的这个限制 那你可以看到 这次的动作 包括了专游平台的派船 包括了外交部发言人 这样一个说暂停 包括了今天要大撤侨 所以有人说这个大撤侨 会不会就是什么 就是大陆 他可能会动武的这个动作 这样子讲可能会有一点 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离奇一点 不过呢 有没有可能呢 广告就回来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龙印台的部分 他说我拘不在当部长 你拘不在当部长 你为什么现在是部长呢 我们稍后回来 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我们来看到今天龙印台 在备巡的时候呢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说 你两年的文化部 有什么成就呢 结果呢 龙印台说 那你自己回家看功课吧 分数永远是别人打的 当部长不是我的人生志愿 我今年预算比其他部费 成长31%就是支持 可是他闹出了一个阴谋论 是什么 原来5月15号的时候 台师大有个民调 就是说呢 龙印台啊 他的个人知名度并不高 而且78%的人不认识他 而且不满意的 占了36% 据说这个报纸 竟然第二天都没有见报 没有见报以后呢 5月16号联合报等 三个媒体就访问他 然后龙印台坐在这里 他说他曾经有小六 赤脚上学 等于是灵魂大解放 结果呢 在这里面呢 台师大的教授 下学里就批他 称自己一双赤脚 面对世人 从心里禁不住 演出一阵恶心啊 早有人示警 龙印台会烂花公筒 强压新闻 也就是说 他觉得他们的民调 没有被公布 可能是被压了下来 好 广告就回来 我们还要来看看 那这事情跟林青霞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稍后回来